各位好,在这个视频中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创建自己的一个组件库 各位可以看到在左边这个库资源管理器的地方 以ER为例,在下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直选项 这些直选项有非常多的组件可以让每个学员或学生去选择 可是这同时也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本身的话,它很难让学生就是很快的找到自己要的组件 所以说Automian Studio提供一个功能 就是说可以创建一个制定的组件库 可以符合老师的需要 如何创建一个库呢? 我们在最左上方的地方按一下创建库 在这个地方我们以课程1 好,各位可以看到现在一个库已经被创建出来了 好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类别 假设我们这个类别叫Level1 好的 那接下去呢,我们同时可以再往下面继续增加一个子类别 按右键 子类别 比如说页压 甚至再加一个电控 好的 在页压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所有的元件 都可以被拉进来 甚至这个压力表 都可以被拉进来 变成这个页压的组件库的类别中的一个组件 那同时间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做一个组合 那各位可以看到往左边这一个一拉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一个地方用通用组 那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呢 更改 比如说我们给给它重新命名 比如说是动力 好的 这个时候你再拉回来的时候 比如说 可以发现就是说事实上 刚才被组合的 这个整个组件 这个四个组件 也会以相同的方式呈现出来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组件移除 同样的我们在右边的电控回路 刚才我们已经创建一个子类别 我们可以把这一些组件一个一个 拖放到里面来 各位可以看到里面的组件 就是如同右边的原理图里面的组件一样 那当然呢 我们还可以 比如说我们现在 复制这一个作用缸 我们点进去 那里面有很多数据可以做更换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做一个擎角的设置 把它显示出来 同样的 我们来做一个外部负载 5000公斤 一样把它显示出来 好的 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 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45度角跟5000公斤 同时我们可以再做一个 比如说编辑 我们给它做一个稍微做一个旋转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拖到 刚才的这个抑压的组件库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在拉出来的时候 可以发现说 刚才的所有的设置 都会一起被拉进来 就跟之前的时候 放到组件库里面的时候是一样的 这是非常方便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电控回路往下移一下 现在假设我们的实验室 有一个抑压教育设备的一个平台 比如说 当然这个比较大 我们把它稍微缩小一下 好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抑压教育平台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元件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假设呢 我们 这个的电磁法是属于这个电磁法 可是 有时候非常难以把这个 组件符号跟这个电磁法相连接起来 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功能 我们一样插入一个图片 这个电磁法 在这个地方 再次我们把电磁法 这个图片放在这个电磁法的符号旁边 接下去 我们选择这两个组件 把它做组合 各位 我们把它拿到组件库里面来 那下一次学生 在看到 这一个 电磁法的时候 同时看到这样的一个 图片的时候 他很容易可以联想到 这个电磁法 就是这整个 这一个实验的平台上面的哪一个组件 当然呢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 插入另外一个图片 比如说 比如说 以这一个 由钢为例 一样 我们可以把它做组合 那这样学生的话就可以很容易 把实物跟组件符号 互相连接起来 这是非常好用的 好的 现在我们就来打开一个 我之前创建的一个项目 首先我们把这个项目 关闭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项目中 所有的组件 都已经跟它的相关的图片 组合在一起 以这个压力表为例 事实上这个压力表 你看起来事实上是一个图片 是一个图片 可是事实上它是 一个图片 跟它一个组件结合在一起 可以 取消组合 各位可以看到 以这个而言 它事实上是两个合在一起 可是 这个话可以让学生 很清楚的 知道说这个 压力表 事实上就是 就是长成像这个样子 这样学生的话 就很容易可以去 就是说 可以把它联想在一起 那这一个呢 我可以打开 它之前我们就创建的一个 组件库 各位可以看到 下面有许多许多的 一个 元件 所以老师可以很轻易的 就是说 创建它自己 所需要的 组件库 适合它 课程的需要 谢谢观看本视频 欲获知更多的信息 与观看其他的视频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farmic.com 谢谢